一公里外的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 今天正式复工复产 已经有8000名员工在场 电池电机模块从早上开始便全速生产 整车也在逐步恢复 二期的整车车间 每小时下线90台车 是目前效率最高的一条自动化整车产线 下午这里的1600名生产物流人员 已经让几条流水线高效运转起来 我们会在接下来的三四天内 进行一个逐步的爬坡 到我们的整体的一个单班的满产的情况 特斯拉方面表示 整车零部件还有一周左右的库存 目前正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 积极推动100多家供应商复工复产 并畅通物流链 在上海市内的这些供应商的 复产的比例稍微高一点 之前的话我们江苏这边也是积极地 就是拉动我们的物流 对他们库里面的零部件进行一个拉动 所以说才能够支持我们现在的 一个顺利的一个复工复产 目前特斯拉厂区内的所有员工 实行早抗原万核酸的检测 生产办公区域每天消毒 严格做好防疫工作 确保安全生产 东方卫视记者陈慧莹 施玉成上海报道 这就一定是安老 拜拜 特什么 超免得 误